欢迎您收看《昆仑红师讲道》的节目 请按赞或订阅 支持母娘道一母多神 佛道双修的网路在家修行 今天来谈生从何来 死从何去 1.母娘圣经序言preface生从何来 死从何去 人生之中要探讨生从何来 死从何去 要探讨我怎么在这里 为什么这是我 虽然这就是人的本命 自古以来人类总是以宿命论之 也就是本来就有 一定是这样 在古代封建的社会 一切都是命中安排 不能改变人类 一直不敢去 窥探生命的源头 宇宙的奥秘 直到五星初分日月发挥 百扬积电流金换金 母娘道路曙光 那是民国五十年代的四十几年前 一个发愿建庙的老道长 在很远的嘉义中部香深山中 取见了昆仑山摇池宫 那是碧露蓝绿披荆斩棘 从无到有的岁月 这是老道长一点一滴的拓波画园 奔波建庙才有今日的昆仑山摇池宫 老道长是本书麒麟著作者 红仁住持的阿公 祖父 老道长的启示 生命除了应该要这样走以外 同时也是一条创造的路 正如母娘创生万灵 创造宇宙老道长 创建了昆仑山摇池宫 一间深山的寺庙 当时步行上山花三小时 四十几年后 这一本探讨灵性出处 生命奥秘的母娘圣经 被红仁住持麒麟著作 这是延续老道长 创建昆仑山的启示 人生之中 每个人都有一条必走的路 生命的内涵城市里 已经注定自己要走哪条路 只要不被世俗名利所干扰 生命的道路都等待我们去开创 二 生命灵能Life Sionic母娘圣经 是在探讨 生命灵能的存在 以研讨生命城市的属性与方法 并参着古代人对命的看法 也要跳脱传统的宿命理论 时代再进步 变化不可以成不变的仿古复古 生命是活泼的 有创造力的 要直接运用现代文明数位资讯 穿越时空 洞溪累劫 是来本性灵根的灵能特质 但这前提是 不能迷惑于文明智慧的枷锁 不能被文明障碍 不能欺瞒自新本性 要真实地对待自己的感觉生命 才能彰显灵能本性 母娘圣经 要从母娘创生万灵创造宇宙开始 从瞬间生灭的阴阳灵子的圆灵 进而观阴阳五行四项八卦 通晓天干地之 用基础的物理理论母娘生生不息 的道理解码生命城市的奥秘 达到生命城市的更新与升级 三 觉与物feeling and enlightened 研读母娘圣经是要以物的角度 思考生命的本质要以教的角度 探讨生命的遭遇以宏观微调的角度 感受类结式的本性灵根 感受现此时生命的脉动 感受未来时自我的道路 以找到灵性的本源生命的出处 母娘圣经是叙述宇宙200亿年来的灵生能 能生智的事情 200亿年前母娘偷真空拆灵盒 在母体内孕育瞬间阴阳灵子的圆灵以来 有数十亿年的时间 在母体的灵界里 圆灵众生得母娘四例 万有母粒 灵感母粒 智慧 母粒 修缘母粒 而得以孕育成长圆灵的成长历程中 圆灵在先天无极超弦 灵界的排列模拟 只为了映照日后的宇宙有形世界 在灵界母娘已预制了 太极宇宙有形世界的运作成事 在140亿年前 圆灵众生聚足母娘四例 母娘母体圆灵众生大霹雳 创生宇宙星云万物 圆灵在太极有形世界的修行 从此展开 浩瀚无垠的星云夜空漫漫长夜 拥有能量 与形体的圆灵 因具备母囊四例 而潜心修行 遍布宇宙星际间的 圆灵长久的修行 但还是脱离布了 无济物质的圆形 不得灵活的有机灵能 四 龙华圣会会星流法船 Comet Streaming Boat from Lunghill Banquet 直到50亿年前地球成形 物以类聚 拥有灵活的有机灵能 的高灵能修行 圆灵汇聚在瑶池母娘 的第一次龙华圣 会乘着母娘加持的 龙华圣会会星流法船 以阴阳相搏方式 进入地球太空轨道 地球带来有机灵能 修行圆灵 高灵能修行 圆灵众生 终有完美的修行处所 地球 高灵能修行 圆灵众生 巨族母娘四例 修行有成 母娘四例 是无机物质 转化有机生命的关键 地球带来有机灵能生命 这是别的星球 圆灵众生所没有的环境 从此 地球一气化三清 圆灵从混沌 静无机 静而有机 以至于有生命体 而成圆儿 地球上有形世界 有机生物 的生灭与眼镜 已真快速 地球虽是星际中 最稳定完美的星球 也是龙华圣会 彗星流法船 选择下降的地点 但地球并没脱离星云本质 地球内部能量的 星衰强弱 对地球上有机生物的生灭 举足轻重 地球本身 五十亿年来 也有好几次的浩劫 致使生物灭绝 第二次龙华圣会 彗星流法船 The Second Comet Streaming Boat 从Longhur Banquet 六千五百万年前地球浩劫 再次来临 黑暗恶势力近逼 且因万物之霸的恐龙 纵情物欲 自所欲为过度繁殖 破坏生态 忘却灵性修行 生灵涂炭 灵能尽失 有时之龙 雾化眼镜 飞龙在天 恐龙 已演化成飞凤 但妖魔鬼怪恶势力近逼 龙凤圆灵众生 恐将被妖魔鬼怪恶势力入侵 进而无力回转 瑶池灵界 龙凤圆灵众生 即代母娘 就节度化母娘显化第二次 龙华圣会彗星流法船到来 在这次在地球浩劫 世界末日来临之际 母娘度化了龙凤的圆灵 七万五千年前 地球再次面临浩劫 世界末日 火山爆发 海啸蔓延 气候温度骤变 接着进入冰河时期 生物几尽灭绝 物种净化的结果 哺乳类动物 较能躲过劫难 其中 由于懂得学区之道 使用火的原始人类 能够历经地球的冰河时期浩劫 六万年来 地球气候趋于稳定 人类已成为地球的万物之灵 六 六万年大忏悔Big Confession In 60,000 Years 可是近五千年来 人类已由原始生活进入文明生活 文明人类双手万能改变了原始的地球生态 一切以人为主轴的作为明显地忽略整个地球 万物万灵的生存空间 尤其近两百年以资本私利为主的民主 人们只知道开发利用资源 留下了太多难以消化的垃圾及污染 地球的生态环境变差了人文思想也受污染 一切短视尽力 为钱为利人没有深层反省的思考 只为了要快速成文化 人变得空洞了 渐渐地丧失良知良能灵能本性 忘却了泪结式 圆灵修行 感觉体悟的本质 无所不用其极的文明人类 难道只是个会赚钱的机器 而忽略了人类在地球生存的修行目标 地球的过度开发人类社会的私利经济 地球生态渐渐变质人内心的灵性感觉 渐渐丧失 黑暗恶势力 妖魔鬼怪恶势力 可能再度进逼 地球浩劫 世界末日可能再灵 这时让母娘圣经来唤醒迷津 唤起圆灵重回宇宙生生不息的大道 母娘道 以避免短暂的五千年人类文明 祸害地球万物万灵的生存 灵性 人本皆具备 奈何现代世间人都忽略了灵性 因为现代人要有太多的俗事 要工作要十一住行 要遇乐 整个人的心都被俗事填满了 一切都是心之所好 每个人都用心的所好 来衡量世间是更有甚者说 一切为心造 现今人类会如此的追求物质生活 就是一切为心造心之所好的结果 用心来衡量世界 殊不知欲望之心无穷 殊不知强调心之所好便忽略了 内心深层灵的表现 七 灵的主宰spirit to dominate 这世间一切都只看表面功夫 一切讲求功力 凡事向前看齐 人的生活价值变得茫茫渺渺 因为大家只生活在浅层的心向表面 殊不知浅层的心只是深层的灵的通路 人真正的主宰判断还是在淤灵 人世间太多的守则都是直接的人为规范 人因为被教育失去了太多灵性自主的思考空间 被教了太多思想变得不灵活 被环境规范了太多人被训练成经济的动物 为了生存一切向前看 这样接续下去 每个人忙赚钱 世界已无喘息空间 人的灵光逐渐黯淡 社会问题从生 人们不再互相信赖 到最后黑暗恶势力抬头斗争 残杀万劫不复 难道这世间生活真是那么难 生活的话题都离不开赚钱与享乐 难道人们已无深思的灵性空间 无论如何母娘圣经之通灵宝典 是要去除人类五千年来 等文明障碍要直截的利剑本来面目 要真正感觉存在活着 不要再有生活压力 真正自在地生活修行 相对地使得灵性便能洞悉俗事 不被误转 不被释凡 在平凡中体会人事物的点滴滋味 有感觉才能做最佳的人生判断 显灵通心如此而已 8. 通灵达真 True Psychic 显见灵性是深思熟虑的表现 因为物质文明的障碍心性 不得已启动灵性已是必要 但启动灵性不能流于俗化的灵动 灵动是为了要启动灵性 但启动灵性不必然要灵动 在灵的层面最终目的就是要通灵 其实原始动物直觉本能的细致微动 不也是一种通灵人本通灵 奈何文明障碍 直觉本能的细致微动 通灵要回归自然本色 若通灵用于追求功力 是不能见到本来面目 有一天灵量能源也会用完的 今天母娘圣经见于事 不谈利益 但见本心本性 愿世人不要再被五花十色的 心境所转从平凡的直觉 见本性灵根 文明固然给人类带来方便与进化 但人类却迷失于追求感官欲望 任何的名与利 金钱与权势都是茫然的追逐 不是不要文明 不要进化 而是在文明轮转进步的时事 不要成为欲望的俘虏 不要丧失心智 不要丧失灵性 要通灵达真 九 母娘圣经 是未来世界的蓝图 自从民国八十九年 动手写书至今 虽然到现在 还是无法出版复印 自己并不气馁 说真的 实在花太多时间 在母娘圣经上 这几年 每次拿去印刷 都只有二十本 这次又做了一番整理 还是会去印二十本 接下来灵指修行章节 也已经定稿了 相信不用多久 也会去印个二十本 灵指修行 主要谈智慧牡力 与修缘牡力 这是生活的出路 智慧的运用 应该清静为主 不要太多人为的因素 而人的整个人生 就是要度灵修缘 人要服务生灵 修缘生命 母娘圣经 是未来世界的蓝图 只不过 如果现代世界 不做修正 人类不修行 园灵不被度化 实在应该没有未来可言 人类的努力 与堕落心灵的觉醒 与涣散 人类即将进化分类 让母娘圣经的预言 带你一窥未来注解 母娘圣经 母娘 是孕育圆灵 创造宇宙的神 灵子 Soul Unit 灵子是母娘的婴儿 灵子聚集成长 变成圆灵 圆灵Original Soul 圆灵是母娘的孩子 圆灵因为获得母娘四力 而能驱动灵魂 灵魂Spirit 人的灵魂在心脏 大脑则是灵魂的运作中心 母娘到灵修行 欢迎您 嘉义县中部乡中伦村 四十之八号 昆仑山摇池宫 0937618850 昆仑洪市